哈喽 今天是真的早点 现在是早上 一个胶汁豆腐脑 一个两餐豆腐脑 就是胡辣汤和豆腐脑餐 点了两碗普通豆腐脑 一碗面茶 然后一剔包子 两根油条 一个糖油饼 一个白油饼 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动吧 今天早上特别想吃豆腐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特别的饿 先来吃个两餐 用胡辣汤代替了卤 还是这边是一袋块豆腐脑 然后这边是胡辣汤 然后来吃个油条 你们爱吃软油条 还是爱吃脆油条 吃口咸菜 我还挺爱吃早点 自己拌的这个咸的丝啊 小笼包 现在早点的小笼包基本都长这样 而且一般都叫杭州小笼包 但是杭州的小笼包真的不长这样 一般都是猪肉加葱馅的 韭菜鸡蛋馅的 有的是还有西葫芦馅的 一般我们吃包子就是这么大吧 或者更小一点 就是按两脉 这个是按T脉 其实算算大了 我们之前还吃过就是一个包子 甜里只有两滴下的 就另滴算的啊 糖油饼 他帮我剪了 真贴心 他那个糖 就是红糖和那个面揉在一起 单独做一个团 然后他再贴在白油饼上 然后再炸 然后尝尝这种普通的卤汁豆腐脑 这我还是蛮喜欢的 它是一般就是黄花末鸡蛋卤 然后有的地儿会给你放一点点肉丁 我喜欢的传统味道 白油饼 它就是比糖油饼少了一层糖皮 一般差价会在一块钱左右 咱们再吃点猪肝豆腐脑 尝尝 else 浇尝麺汁豆腐脑 四川重庆那边是不是喜欢吃这种 放好多油辣椒 这个估计成到底了都碎了 辣 又咸的辣 嚼一嚼 豆腐脑教会了我们的道理 吃早点要趁早 对 真的你早点去的话 豆腐脑都是整块的 还多 然后你还可以跟他说多放点卤 到最后的话 您就别想了 底下碎的豆腐脑 剩多少卤给你教多少卤 喝好喝的豆腐脑 豆腐脑 早餐之所以不服的来咬我 好吃美味开心快乐 就是人呀 有的时候会突然想吃某种东西了 我最近一直馋豆腐脑 前段时间也是 好不容易好了一段又开始馋了 不知道是缺豆腐的还是缺脑的 面馋 把它移忘在一边了很久 上面是芝麻酱 还有花椒盐 下面就是米子面 还是小米面 我也不知道怎么熬的 好像这两种都有用的 我自己熬过一次小米面的 但熬出来成酱菇了 一般就是下面的面要蘸着上面的麻酱吃 当然这不要搅啊 搅着就卸了 这跟天津面馋还不一样 天津面馋会放双层 味道也不太一样 小姐姐最爱喝面茶 豆腐脑第一面茶第二不服腰啊 来 给它喝一口 葡萄汤可以吃的第三面吗 没有第三只有第一点 后面的都是第三 我爱吃的都是第三 哈哈 让我给这些吃的排名真的是太难了 嗯 根本不可能 这是哪里面 不可能 不可能 葡萄汤 你们早点吃啥了 今天 炸油饼 时间越长 越凉 它越有嚼劲 再放到晚上就可以下酒了 为什么总拿油条蘸辣椒油呢 因为油表塞不进去 你们期待很久的 早餐终于幻想了我一次 我今天起得很早 早餐吃得很开心 非常的快乐 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快乐 都能按时起床 不要迟到 迟到了也不罚款 地铁永远不晚点 公交车永远不堵车 没了 拜拜